最怕什么 恐高 你一个飞直升机的 你恐高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部战区陆军 某空中突击旅的 直20飞行连续风餐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让我听见你们的身影 一句话介绍自己 一名直20女飞行员 第几次参加全国两会 第一次 有什么样的感受 激动 最期待在两会见到谁 尤雅已经见到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长军十年国防建设 是第一次参加两会激动 还是第一次飞直升机激动 都有激动 第一次开直升机什么感受 当时就想着我的动作了 没时间去感受了 到目前为止飞过几种机型 四种 小林洋 直九 直20和直十 你说出直20的三个优点 操作性强 激动性好 功率足够 如果可以选择 你最想飞什么机型 进二天 有没有夜间飞行过 有 最怕什么 恐高 有一个飞直升机 让你去恐高 对对 恐高 怎么克服 往前看就好了 别往下看 为什么会选择成为飞行员 很帅 请用两个词总结 军人这个身份在你心中的意义 择任 担当 作为空中突击部队的一员 我感到施展才华的舞台 无比广阔 2812 国际单发护转 马逃中 因为高原气象比较复杂 第一次飞行就遇到这种情况 我刚毕业就能飞上 主要连着我先进的战机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主要想 就是向大家展示他最少良好的戏目 我将继续按照地面苦练 空中金飞的要求 扎扎实实磨练技术 徐风灿是陆军第75集团军 某空中突击旅少尉女飞行员 从校园学霸到军校标兵 再到如今首位时装单飞的女飞行员 她完成了一次次挑战 实现了一次次超越 不断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 我们这批女飞行学员 是四年前 从全国十多万名 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 是陆军培养的首批女飞行学员 其实无论飞了多少次 每次坐在驾驶座位上 我都会有一点紧张 考核非常严格 总担心因为技术不达标而被停飞 这和大家坐飞机的感觉完全不同 坐飞机时 你会被外面的风景吸引 但每次起飞 我心里想的都是操纵要领 眼睛盯的是仪表盘上的各项数据 精力高度集中 我今天介绍的是这我们最新的G20战术通用型直升机 想着重向大家展示它非常良好的性能 然后包括它可以随行的一些作战任务 我们刚毕业就能飞上G20这种先进的战机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学安的时候 可能我只是想做一名普通的飞行员 但是下到顿岸部队之后 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做一名战斗员 所以这也要求我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努力 我想要让大家更多关注我们这个群体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有志青年来参军入伍 报效我们的国家 2022年 它被写进浙江省高考语文试卷里 成为年轻一代官兵的亮丽名片 两栋腰 准备好 两栋腰的领培 这是第75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2022年度 新飞行员的首飞训练现场 接到指令后 多型直升机陆续升空 展开起落航线 以表飞行 野外场地起降等多个基础课目的时装训练 许风灿驾驶国产新型直20直升机 向着训练空域起飞 从院校高教级到国产新型通用直升机 它们的改装进度一直在加速 训练中 我们要熟练掌握相关机型 技战术性能 标准操作程序 以及各类机载设备的使用方法 完成飞行课目地面预习 模拟特殊情况处置在飞的飞行训练课目 在起落航线课目飞行中 受高原气流影响 许风灿驾驶直升机的爬升率 速度和高度都不太稳定 飞行教员发现情况后 及时帮助许风灿修正参数偏差 保持直升机稳定的飞行姿态 高原气象比较复杂 第一次飞行就遇到这种情况 我的内心还是比较紧张的 幸好有教员结实发现问题 并给我做了示范修正 让我对此类情况的处置 有了更深的了解 像今天这种 在高原上遇到大风的情况 对他们来说 以后日常训练会经常发生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单飞 在未来可以更早地 去国际蓝天 参加此次飞行训练的新飞行员中 包括徐峰灿在内 有两名飞行员是陆军首批 自主培养的女飞行员 毕业分配时 他们主动申请到地处边疆的基层部队 在陆航学院里 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一起飞行 一起训练 需要克服生理心理上的差异 特别是在精力体力耐力上 更要付出成倍努力 为了补齐体能技能短板 飞行时徐峰灿有意识地加强注意力训练 不飞行时就给自己加餐训练长跑和耐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徐峰灿成为同批学员中 第一个时装单飞的女飞行员 从院校二代机到部队四代机 从左旋直升机到右旋直升机 这对徐峰灿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改飞直20 徐峰灿需要克服的有操纵习惯的归零 还有电船飞控的挑战 他通过临摹仪表盘 熟悉飞控系统 地面模拟操纵 改变操纵习惯 主动向教员请教 不断提升飞行技巧 很快就成为首批改装直20直升机的女飞行员 在第14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 徐峰灿向中外嘉宾介绍直20先进的战技术性能 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追梦人中的一个 只是做了一名军人应该做的事情 却有幸得到了社会各界众多朋友们的热情关注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大的肯定和鼓励 但我知道关注的背后更多是责任和使命 实力和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 青春独梦强军 这是一个放飞迷彩青春 实现士兵突击的强军舞台 未来对我们来说始终是未知的 那作为一名飞行战斗员 我就是要在大家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地方 以笃定实干抵立强军实力 抓住时代机遇出力奋发 国际蓝天 坚定为保家卫国而时刻准备着 有为善成 我是徐峰灿 来自陆军某空中突击旅 青年强则国家强 当代中国青年身逢其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感想感为又善作善成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号国家的火热实践中 绽放绚丽之花 敬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